重生归来,我成了晋王的最得宠幸的宠妾,可我知道,她的心里,自始至终都只有王妃,我于她而言,不过是个姐闷的玩意儿,但那又如何?她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地选择相信我,站在我身边。宠妾宠妾,我只要有宠,足矣。 1.我是秦淮和尚一名清官,一曲凤凰游明洞京城。16岁那年,我接待了一群达官贵人。一曲弊,就连肃来对音律最为挑剔的晋王殿下,都赞叹道,好一双仙仙玉手。就是这一句话,为我招惹了杀身之火。 数日后,一群人闯入了罪梦楼,将我的双手生生砍断。晋王妃解言将我的手装在玉盒里送给晋王。 夫君不是喜欢那件臂的手吗?为妻替你取来了,而她尚且不满意。 又过了不久,我被不着骗履地扔到了乞丐堆里。 整整三天三夜,我被凌辱致死。尸体也被扔到了乱葬岗卫狗。 死后,我的灵魂依旧不得江西。我被拘在离晋王夫妻三里远的地方,无法离开。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将我害死的仇人恩爱如许,抗逆情深,锦绣荣华,白头偕老。 直到临死前,他们还挽着对方的手,许下生生世世,勇为夫妻的誓言。 京城里也流传着关于两人爱情的美谈。 谁也不会记得,九泉之下,尸骨已化作一泼黄土的一名低渐月计。 于他们可歌可泣的爱情,我不过是一块磨刀石。 魂魄形将消散之际,我立下毒誓,若不能报仇雪恨,我沈于娘便生生世世不入轮回。 而睁开眼的那一瞬间,我却发现自己重生了。 我回到了改变我命运的那一日。 回到了那一曲凤凰游,那一句好一双鲜鲜玉手,这一次,我没有丝毫犹豫,对着晋王陆延周迎迎一败。 切身恋慕殿下多年,此生为怨能为奴为婢,侍奉殿下左右。 于娘不敢贪图其他,能远远望殿下一眼,此生足矣。 嗯,我话一出口,陆延周眼中的惊艳,便迅速冷凝为厌恶。 惊中谁不知晓,晋王与王妃成亲三年,感情堵厚,府中连个侍窃都没有。 不少人想往陆延周身边塞人,但全都被他拒绝了。 座中有几个陆延周的同僚,不懂察言观色,还在从旁劝说着, 云娘姑娘多年来一直是卖一不卖身,我等想一亲方则都未能。 不想原来是芳心已许,殿下真是好福气啊。 殿下不若将云娘说作侍窃,倒也算得一桩美谈。 殿下莫怪我多言,王妃多年无所出,还不允许你那妾,此等度妇万万将息不得。 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殿下也是时候那几个娇窃,充实后院了, 那些人一句句地劝着,而陆延周望向我的眼神却满是笔薄。 她清明一口薄酒,冷冷地吐出一个字,脏。 律时便在无人敢多言语。 我早有预料,恋色从容地对着陆延周一拜。 云娘自知身份卑贱,难入殿下眼中。 此生既不能侍奉殿下,留此笔漏剑区也无意义。 不落了此残区,早入轮回。 唯愿来世投生清白人家,能与殿下再会,与弊,我决然起身,一跃投入河中。 寒冬蜡月,河水冰凉刺骨。 然而却半点也无法浇灭我骨髓中熊熊燃烧着的,复仇的毒咽。 我出身江南水乡,极善求水。 但我却故意装作溺水模样,在冰河中挣扎。 这一船的达官贵人都带着侍从呢,还能真看着我淹死不成。 不多时,便有侍卫将我捞了上来。 我装作昏迷模样,听到还有人在为我说情。 云娘姑娘真真是个至情至性之人,殿下合不成全了她这一番痴心, 鹿岩舟的语气却没有半分波动。 她要死便死,与我有何干系? 三,那日之后,我在京城里便声名大噪。 许多人听说了我的事迹,都为我的真烈所折服。 说什么风尘之中,必有性情中人,把我当成一代骑女子。 每日想来见我的人,络绎不绝。 最梦楼的保姆认为,这正是抬高我身价的大好时机, 便故意拿巧,说是云娘相思成吉,不愿接客, 还望大人海寒,她送往迎来半辈子,最懂这些男人的心理。 围棋看不见,碰不着的,才会越发神无。 围棋看不见,越发稀罕,我装了半个月的病, 眼见着自己的声望在京城里炒热到了极致, 再装下去,怕是适得其反, 便主动找到保姆,说自己愿意见客了。 这正与她不谋而合。 当晚,她便为我安排了几个求见已久的达官显贵。 只不过,我提出了一个要求, 想见我可以,但需得在夜里虚实之后。 我给出的理由是,需要留出时间梳妆打扮。 而实际上,上一世晋王妃所派来的人, 正是在这一日的虚实闯进了罪梦楼。 当时,楼内的人位居于晋王府的权势, 无一人敢对我伸出援手。 而这一次,当那群人再次闯入罪梦楼, 将我按在桌上,拿刀要砍断我弹琴的手势。 经照尹刘大人,律师王大人, 礼部侍郎郭大人, 恰巧在此时造访了罪梦楼。 天子脚下,何人敢如此放肆, 那群人很快被依依抓捕归案。 一番刑讯逼供下, 他们很快就交代了。 是晋王妃派他们来, 打算断了我的双手, 还要把我绑去乞盖堆里, 凌辱致死。 而凑巧的是, 今日来的这几位大人, 都是在朝中与陆延州政见不合的。 第二天, 有关于晋王妃买凶杀人, 晋王妃善度成性, 晋王纵容妻子, 管束后院不严等折子, 便直接参到了御前。 京城里, 也沸沸扬扬地流传着我们三人的意识。 人人都说, 晋王妃真是一等一的杜妇家独妇。 陆府三年而无所出, 还不允许晋王纳妾, 这已是犯了七出之条。 此番仅因为我恋慕晋王, 便要痛下杀手, 简直阴毒之至。 这等毒妇, 晋王居然还当成宝捧着, 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迷魂药。 为了平息流言, 也为了谢宇言不至于被追责关押入狱。 几日后, 一顶小轿子停在了醉梦楼门口, 晋王一掷千金为我赎身, 将我抬入府中, 纳为良妾。 四, 我入府的那一天, 谢宇言发了很大的火, 砸碎了一地的珍宝瓷器。 他恨陆延舟毁了他们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誓言, 不愿见他。 于是, 陆延舟就顶着夜路寒霜, 在他的房门外占了一夜。 我早知这栋房花竹叶陆延舟不会来, 也从未存过什么期待。 早早地熄了灯火, 便睡下了。 第二天, 我去请安的时候, 我态度极其恭敬, 礼数周全得挑不出丝毫错处。 但谢宇言只是冷着一张脸, 用脆满阴毒的视线盯着我。 足足一个时辰, 他一言不发。 陆延舟坐在他身旁, 扶小坐滴滴说一些讨好的话。 他全然没有看跪在地上的我, 仿佛我只是个无关紧要的摆设。 一个时辰后, 我已然摇摇欲坠, 腿部酸痛得厉害。 但我依旧面色坦然, 恭恭敬敬地垂着头。 敬茶吧。 终于, 谢宇言冷冷地开口道, 一盏滚烫的茶水被递到我手中。 我强撑着要直起身, 但双腿酸软无力, 直接往前一倾, 手中的茶水尽数泼到了谢宇言身上。 贱臂。 一个耳光落下, 用尽之狠, 我直接被扇倒在地上。 静敢对王妃不敬, 谢宇言身旁的侍女青若狠狠地往我心窝踹了一脚。 娘娘, 此等目无尊卑, 不敬主母的剑壁断不可留。 依着府归, 应当将她乱棍打死, 扔去乱葬岗喂狗才好, 谢宇言脸上勾起一抹阴冷的笑。 她俯下身, 扣住我的下巴, 逼我与她对视。 就这么杀了这个剑壁, 岂不是太便宜她了吗? 谢宇言的声音宛落毒舌般, 在我耳边响起。 她伸出脚, 踩住了我弹琴的手, 狠狠地撵过。 连一盏茶都端不稳, 我看着双手, 也没有什么留着的必要了。 来人, 把这剑壁拖下去, 砍了她的剑蹄子。 慢着。 从刚刚起, 便一直漠视谢宇言气如我的陆延舟, 却是在这时候开了口。 怎么? 殿下心疼这小贱人了, 谢宇言皮笑若不笑地看着她。 陆延舟长叹了口气。 安言, 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何必与我置气? 现在外头流言蜚语还没消散, 若是沈氏再出了什么情况, 难保又有人乱脚舌根。 等过了这阵子, 流言消停歇后, 我便把她交给你。 到时候, 你想怎么玩都可以, 轻若要将我打杀, 谢宇言还惦记着要砍我的双手, 陆延舟打算过后把我交给谢宇言。 他们若无其事地谈论着我的贱命, 像是讨论一件廉价的器物一般。 自始至终, 没有人多看我一眼。 明明是我的性命, 我本人却连一丝一毫的决定权都没有。 长袖底下, 我的双手紧紧地钻成拳头, 无法克制地发战。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在抬起头时, 眼中无一丝怨对, 只有吟吟欲坠的泪珠。 剑窃李树不周, 冲撞了王妃, 请王爷王妃责罚。 吴, 最终, 谢宇言还是没有砍断我的双手, 但他也没有轻撩了我。 我被罚跪在寒冬腊月的院落里一整个时辰, 且全程必须手捧着热茶。 杯盏中的茶水每稍微凉掉一些, 便有人来换。 只不过, 他们并不是换一盏新茶, 而是直接将冷茶泼到我身上, 将废水再度注入空盏中。 每次换水, 那些废水都会不小心满意出来, 流到我的手上, 把我的双手烫得又红又肿。 谢宇言说, 既然我不懂规矩, 就该好好学学。 以后每日, 我都必须到他的院落里请安, 每天都要跪在院子里, 行端茶之礼。 他用心之狠, 昭然若揭。 这般刑法, 用不了多久, 我的双手就会被烫烂, 双腿就会被冻瘸, 我将彻彻底底变成一个废人。 然而我却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院队。 任凭谢宇言再怎么挑刺, 我都依旧恭恭敬敬, 神色如初。 每日, 陆延周下个巢便立刻来谢宇言的院子。 但谢宇言的气似乎仍没有消, 依旧不愿意见他。 他却丝毫不耐也无, 就站在他房门外, 说着道歉讨好的话语。 彼时, 我就跪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而陆延周却连一个眼神也没有分给我过, 仿佛我只是路边的狮子土块一般。 我依旧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甘, 甚至有时脸上还会浮现出淡淡的笑容。 足足过了一整个月, 陆延周又一次被谢宇言赶出了房门。 在路过我身边时, 他忽然冷不丁地开口。 王妃这般待你, 你不愿吗? 愿。 我眼中的笑意欲慎。 表面上, 陆延周问的是我愿不愿。 而实际上, 心中生愿的恐怕是他自己吧。 他所做的一切分明都是为了谢宇言, 而谢宇言却自始至终不信任他, 一直距他于千里之外。 人心都是肉做的, 便有再深的爱意, 在这种疏远与不信赖之下, 也难免被刺痛。 等待了一个多月, 我知道, 我的机会终于来了。 我微笑着摇摇头道, 切不愿。 虚伪, 陆延周眼中闪过一丝厌恶。 我便知道你会这样说, 你们这种人, 惯会讨好羡媚。 以为这样说, 我便会高看你一眼吗? 我不卑不亢地抬头与他对视, 眼中有的, 只有澄澈如水的爱意与欢心。 切曾说过, 只要每日能远远看王爷一眼, 余生便足矣。 现在殿下每日都来王妃娘娘怨嘴, 切便每日都能见到您。 切还有什么可不满足的呢? 与毕, 我的唇角站出一抹极浅极浅的笑意。 最梦楼中的姑娘, 一言一行都是受过严格调教的。 我知晓自己哪个角度最美, 露出怎样的表情, 最能让男人心疼。 更知晓自己容颜明媚疏利, 艳若浮渠。 这一笑, 必是色于春花, 脚上下月, 再没有男人抵挡得住的。 果不其然, 陆延舟有一瞬的谎神, 但他很快便恢复了原先的神色, 冷哼一声便拂袖离开了。 第二天, 我就被下令禁足了。 晋王说, 我粗鄙不堪, 恐再冲撞了王妃。 日后, 若无命令, 再不许踏出自己的小楼一步。 每日的请安定端茶之礼, 一移并免了。 六, 我被下令禁足的那一天, 谢颜又砸了一通物件。 据说他和陆延舟大吵了一架, 连院门都不让他进了。 陆延舟便每日塑在书房里。 贴身的丫鬟红于告诉我时, 我忧心忡忡地猝起了眉头。 这般寒冷的天气, 娘娘怎么忍心叫王爷独自塑在书房里? 红于凑个我金钱, 压低声音道, 沈姨娘, 此番王妃娘娘跟王爷离心, 不正是您的大好机会吗? 您不若趁此机会, 她话音未落, 我便严厉地打断了。 红于, 这等话以后不许再说了。 王爷与王妃夫妻抗力情深, 我能得以侍奉他们已是时事修来的福分。 怎敢再消想其他, 上一世, 我以灵魂的状态被拘束在晋王府内, 知晓了府中不少事情。 其中就包括了, 红于其实从小就服侍鹿岩州到大, 对她最忠心不过。 因为怕我会对泄言不利, 她甚至不惜将自己最贴心得力的丫鬟派到我身边, 兼是试探我的一言一行。 她既如此, 我便也将计就计。 每日在红于练前说些不争, 不抢痴情不悔的言辞, 相信她会一字不漏地替我传达给鹿岩州。 第二日, 我便亲自进了小厨房, 炖了参汤。 红于, 我被禁足出不了院门, 你能想办法把这汤送去给王爷吗? 到时候, 你就说是厨房的管事送的。 休要让人知道, 这是我亲手做的, 红于接过参汤, 却是皱起了眉头。 姨娘, 您既亲自炖了汤, 又为何要向王爷隐瞒, 说是厨房管事送的, 我微笑着摇了摇头。 我炖这汤, 只是担心王爷独自在书房, 无人照料, 而并非为着要邀功。 王爷厌弃于我, 若是知道是我送的, 必不肯喝的。 如此这般, 岂不得不尝诗吗? 红于定定地望着我, 眼底似乎闪过了些许不忍。 好啦, 快去吧, 我轻轻地推了推他。 七, 我被禁足, 戏言虽然没法再见到我, 但仍有法子戳磨我。 比如, 让下人故意对我冷嘲热讽, 阳奉阴违。 又比如, 恪扣我的月奉用度。 府中每日送来的俸禄, 仅仅够勉强让我不饿死罢了。 而下小厨房做菜, 则又是另外的花销了。 除了食材要花钱, 还得给管理小厨房的人打点的费用。 为了能天天给鹿岩舟炖汤, 我把入府时随身携带的小金库都用光了。 还每天没日没夜地绣些帕子香囊, 破红于替我拿出去变卖了, 换些银两。 红于每每说些为我感到不值的话。 我都只是露出甘之若疑的笑容。 这天, 我一如既往地在厨房里熬汤, 眼见着就要换季了。 听人说春天的时候一字单养肺, 得换点花样做了。 我边炖着汤, 嘴里边絮絮叨叨着。 一个转身, 却见鹿岩舟不知何时站在了小厨房门口, 正定定地看着我。 我做出吃了一惊的模样, 手中的碗筷掉落在地。 奴婢见过王爷。 我匆匆忙忙地行礼, 脸上满是慌乱, 行礼的姿势也不甚标准。 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 我现在非常的紧张。 鹿岩舟淡淡地瞥了我一眼, 开口道,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 紧张地下意识搅起手中的帕子。 妾,妾, 有些嘴馋了, 便偷偷进了小厨房里, 为自己找些吃食。 说这番话时, 我整个人吞吞吐吐的, 耳朵都泛起一层极淡的粉色, 一副不善说谎, 又硬要掩盖的样子。 鹿岩舟站定在我身前, 居高临下地望着我, 把手伸出来。 我呆呆地抬头望他, 听了这话, 下意识地伸出双手。 这段时间, 我先是被泄盐搓磨, 手背反复烫伤, 又每日洗手做羹汤, 难免有被磕到碰到的时候。 此外, 为着攒心迎前, 整日的刺绣, 食指不知道被扎破了多少回。 短短几个月下来, 曾经被鹿岩舟称赞好一双鲜鲜玉手的手, 早已伤痕累累, 看起来十分害人。 双手刚一伸出去, 我便像是忽然反应过来了一般, 迅速地想收回来。 但已经来不及了, 鹿岩舟眼疾手快地捉住了我的手。 他不顾我的闪躲, 将我的手心摊开, 放在他的掌中, 一寸一寸以你的扶过。 我羞得整张脸通红, 眼中也隐隐闪着泪光, 空宿式地看着他, 鼓着腮帮子不说话。 怎么弄出了这么多伤, 鹿岩舟漫不经心地问道。 我眼神闪躲不敢看他, 戒戒巴巴道, 是, 云阳断手笨脚, 一不小心打翻了东西被割到了。 我固执地说着拙劣的谎言, 却偏偏不愿承认, 这双手上的每一处伤痕, 都是为他而填的。 掏心掏肺, 不求回报的爱, 这便是我为自己立的人设。 没有哪个男人能拒绝一个年轻美貌, 单纯善良, 还满心满眼只有自己的女子。 鹿岩舟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云娘, 厨房的管事未经允许, 从来不会擅自给主人送东西。 我依旧呆呆地看着他, 像是有些反应不过来一样。 过了好一会才突然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整个人色缩了一下, 石, 什么厨房管事, 窃听不懂殿下在说神。 我话音未落, 忽然被重重地拉进了一个宽厚的怀抱。 鹿岩舟的声音在我的头顶响起, 他忌惮忌惮地叹了口气。 云娘, 你真是个傻姑娘, 这一晚, 鹿岩舟留在了我的岁月楼。 爸, 入府以来, 这还是他第一次探入我的小楼。 我脸红扑扑的, 时不时偷偷瞄露鹿岩舟一眼, 克制不住地露出傻笑。 傻笑什么? 过来, 坐到本王身边。 鹿岩舟看着我, 眸中也染上些许笑意。 他把我抱在怀里, 动作极为轻腻。 然而这一夜, 鹿岩舟却并没有碰我。 他一杯接着一杯地饮酒, 直到眸中染上几缕泽。 云娘, 你说, 为什么阿岩就不能体谅我一些呢? 明明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 他喃喃地向我倾吐着心中的烦闷。 我轻轻地顺着他的肩背, 娘娘只是一时生您的气而已, 您哄哄就好了。 哄哄, 我已经哄了这么久了, 还不够吗? 鹿岩舟最眼中有几分迷茫, 像是回忆起了什么。 明明以前, 他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接话, 只是静静地聆听着他的烦恼。 苦酒一直喝到了三更后, 鹿岩舟整个人醉醺醺的, 他一把抱起我, 将我压到床榻上。 我却伸出手, 轻轻地推了推他的胸膛。 王妃娘娘会伤心的, 我说, 鹿岩舟的酒在一刻似乎醒了八分, 醉眼瞬间变得清明。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最终真而重之地在我额间落下一吻。 云娘, 你真是个好姑娘鹿岩舟窥叹道。 这一夜, 他再没有做些什么, 只是紧紧地搂住了我, 相拥而眠。 酒, 鹿岩舟在我院里留宿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 听到消息的谢宇言手持长剑就杀了过来。 而此时, 我正迷迷糊糊地从鹿岩舟怀里醒来。 青丝慰懒披散, 面上不着妆容却轻力若出水芙蓉。 谢一不经意从尖头滑落露出几寸雪肤。 殿下, 我柔弱无骨地攀在鹿岩舟胸前, 温言道。 让妾身去同王妃解释吧, 昨夜我们什么也没发生过, 鹿岩舟伸手揉了揉我的脑袋。 他现在正气头上, 什么话都听不下去。 你这回出去, 怕是当场就被他打杀了。 乖, 你再睡一会, 我去解决。 于是我便听话地钻回被窝里, 只探出一个小脑袋, 眼睛眨巴眨巴地目送着鹿岩舟离开。 鹿岩舟望着我乖巧的样子, 面上不由露出一丝笑意。 但当他走出去后, 这抹笑意很快就消失了。 院子里, 蟹颜手持长剑, 双目赤红地望着鹿岩舟。 他甚至没来得及梳洗, 整个人披头散发, 衣衫不整, 连鞋子都没穿。 犹如一个骂街的泼妇, 脑海中一瞬间闪过方才那张柔弱清丽的面容。 鹿岩舟不由皱起眉头, 冷声道, 堂堂王妃如此不修蝙蝠, 成何体统。 自二人成婚以来, 这还是鹿岩舟第一次对他说重话。 蟹颜的眼眶更红了。 好, 好, 好。 他连说了三个好字, 握剑的手微微发颤, 苍白的脸上露出几分带着狠力与疯狂的笑意。 鹿岩舟, 你现在居然为了一个剑壁而指责我。 你忘了刚成青时, 你是怎么跟我发誓的吗? 你忘了你说过, 要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吗? 才过了多久, 你就纳了青楼剑壁回来。 当初是谁信誓旦旦的跟我说, 那那个剑人只为了堵外面悠悠重口, 绝不会碰他。 结果呢? 一转眼, 你们就滚到一张床上去了。 鹿岩舟啊鹿岩舟, 你嘴里还有一句真话吗? 细言越说越激动, 整个人面容猙獰, 宛若疯婆子。 此刻, 他这副凶狠丑恶的模样, 又让鹿岩舟想起了昨晚的我。 明明那么爱他, 为他受了那么多委屈, 却傻乎乎的全都自己瞒下。 明明只是看他一眼, 就忍不出露出傻笑。 却因为不想让王妃伤心, 不想破坏他们的感情, 而选择了将他推开。 怎么会有这么傻, 这么单纯, 又这么招人心疼的小姑娘? 于是, 面对谢颜的谩骂, 鹿岩舟下意识地反驳道, 云娘心思单纯, 你大可不必一口一个轻楼渐壁地喊。 我和他之间, 也并不似你想象中那般龌龊, 谢颜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手抖得几乎握不住剑。 好的很, 好的很。 他心思单纯, 就我心思恶毒, 我心思龌龊是吧? 鹿岩舟, 我真是看错你了, 一直以来蓄在眼中的泪水, 终于在此刻落下。 谢颜的眼中满是不管不顾的疯狂, 他提起剑, 直直地朝鹿岩舟次去。 殿下小心, 就在此时, 在后面偷偷观望许久的我立刻冲了上去, 扑进了鹿岩舟怀里。 其实以鹿岩舟的武功, 想躲过这一剑并不难, 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为他挡下了这一剑。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哪怕这个机会, 稍有不慎, 就会搭上我的命。 但我依旧必须把握住, 长剑直接贯穿了我的腹部, 鲜血喷涌而出。 倒在鹿岩舟怀里的那一刻, 我还不忘调整角度, 露出一抹七燕绝美的笑容。 云娘! 鹿岩舟眼底通红地喊着我的名字, 我不是让你乖乖待在房里, 不许出来的吗?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他嘴里说着责备的话, 抱着我的双手却微微颤抖, 仿佛抱着的是什么珍贵易碎之物。 我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视线却望向了细语言。 娘! 娘娘! 殿下和我真, 真的没有, 发生什么? 殿下他对您一片, 一片痴心。 没吐出一个字, 伤口便会蹦裂一份, 鲜血不住地涌出, 但我仍坚持讲完这番话后, 才不知晕倒在鹿岩舟怀里。 即使快要死了, 我也还依旧惦记着帮你和他解开误会, 感不感动。 鹿岩舟在抬头望向谢盐时, 眼中是从未有过的冰冷。 来人将王妃押回自己院子里, 没有本王的允许, 不得放出, 他抱着我走出院落, 没有再给谢盐一个眼神。 殿下, 身后, 谢盐的贴身是女轻落不愤的喊道, 您怎么可以这么对娘娘, 鹿岩舟的脚步顿了一下, 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 王妃如此形状无度, 你们这些人却不加以阻拦。 传下去, 王妃院中的所有下人, 仗则武士。 十, 鹿岩舟请了御医为我治疗, 顺便调理了我自入府以来, 身上大大小小的旧伤。 自那日之后, 他便每天都塑在我的岁域楼里, 但他依旧没有碰我。 只不过这一次, 是因为我身上伤口未愈, 他舍不得。 随着种下越发临近, 我身上的单衣越发轻薄, 鹿岩舟望着我的眼神, 也越发忧深。 我只作不知, 每日依旧天真娇憨地与他嬉笑打闹。 鹿岩舟看书时, 我便在一旁研磨, 看累了, 我便点上一只安神的香, 静静地为他揉捏片刻。 所有贴身伺候的火, 我统统不许下人沾手, 必定要自己来。 每每这种时候, 鹿岩舟就会轻抚着我的发丝道, 让他们来就好了。 你伤病未愈, 正是好好休息的时候。 我便鼓着塞帮子撒娇道, 可是我就是想亲手照顾你嘛, 于是鹿岩舟便一脸无奈地 把我拥进怀里, 细细密密地吻过我的颈见。 云娘, 能与你相遇, 真是本王平生之幸。 他这样说, 然而初初见面时, 也不知是谁冰冷刻薄地 扔下一个脏字。 我用尽了浑身解数, 讨好鹿岩舟。 他也一次又一次地说着 还是在你身边, 最让我舒心还是云娘 最痛我的情话。 但我依旧注意到, 他的视线, 总还是会怅然若失地 望向东南方。 那是谢宇言怨落的所在。 十一, 调理了足足三个多月, 羽医终于宣布我完全康复了。 鹿岩舟看向我的视线 犹如忧生的暗谈, 要将我整个人吞吃了进去。 我宛落暴风雨中被摧折的海棠, 悠悠气露。 每个最梦楼的姑娘 都会被从小教导欢昧之术, 鹿岩舟十岁之位, 几乎巴不得将我揉进她的血肉里。 足足一个半月, 鹿岩舟像一头不知燕族的恶狼, 不分时间场合地 想将我拆吞陆腹。 甚至有时白天在书房都, 然而, 一个半月后的某一天, 当我睁开眼时, 却发现鹿岩舟并不在身边。 红鱼守在我身旁, 望向我的目光有几分同情。 她吞吞吐吐了一会, 最终还是告诉我, 鹿岩舟被谢宇言派来的丫鬟请走了。 据说那丫鬟手里 还拿着谢宇言亲笔写的信。 信的内容不得窥见, 但隐约见得墨迹点点晕太, 似乎沾了泪珠。 我闻言只是点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谢宇言终于按捺不住出手了。 曾经她是多么的骄傲, 可疑是。 鹿岩舟日日站在她房门外, 扶小坐低, 讨好求和, 她都不屑一顾。 而现在, 竟也会用些小手段, 来和我这个, 她平素最看不起的青楼见壁争宠了。 可见秦爱这等东西有多魔忍, 竟让她连自己的尊严和骄傲都放下了。 陆府这大半年里, 所有发展基本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能如此顺利, 有一半是因为谢宇言自己在拼命将人往外推。 如今谢宇言这蠢货总算是清醒些, 开始学会用脑子了。 但她注定赢不过我。 她爱陆延舟, 而我不爱。 这就注定了她的感情会伤人伤己。 而我只伤人, 不伤己。 十二。 那之后的两个月里, 陆延舟没有踏入我的院中一步。 两个月后, 我身子不适, 请府衣来把脉。 被诊断出了三个多月的身孕。 那一天, 陆延舟欣喜若狂地冲进岁月楼, 把我揽在怀中与吴伦刺道, 我要有孩子了。 我终于要有第一个孩子了。 云娘, 那是我们的孩子。 我却只是有些疲倦地已在她怀中, 略带哀伤地开口。 殿下, 云娘想你了, 陆延舟的笑容顿住了。 随之而来的是满脸的歉疚与心疼。 云娘, 是我对不住你。 她细细秘密地吻过我的发烧。 我怀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府, 泄炎又砸烂了一地的物件。 这段时间, 她一直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已经很久没有这般事态过了。 但在得知我怀孕的时候, 她还是一直不住地痛哭出声。 凭什么? 凭什么? 我和殿下在一起这么多年, 都未能怀上一子。 凭什么那个贱人去抢先一步? 秦若, 你说, 难道我这辈子真的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吗? 十三, 对于我的这一胎, 陆延舟极为重视。 岁月楼被她安排的人手围成铁桶一块, 饮食用度均有专任负责。 每日一下潮, 她便立刻迫不及待地往我这里跑。 午膳和晚膳, 她都会陪着我一起用。 我少吃一口饭, 她都会心疼得不行。 然而, 她却再没有在岁月楼里过夜。 掌灯的时间一到, 她便会毫不犹豫地离开, 前往西里沿的院落。 每每这种时候, 我从不出言挽留。 只是用哀伤的目光, 默默地注视着她离开。 陆延舟虽然没有一次留下来, 但望向我的眼神, 却越发心疼歉就。 我便是要让她带着这份歉就去见谢宇言。 让她明明面对着谢宇言, 心里却挂念着被抛下的我。 让谢宇言亲眼看着, 她人虽在此, 心却不在。 有时候, 以退为进, 才更杀人诛心。 殿下, 这一日午膳后, 我懒懒地已在陆延舟怀里。 切身近几日闲来无事, 为未来的孩子想了几个名字。 哦。 说来听听, 陆延舟挑眉道。 若是女孩便叫锦叔, 若是男孩便叫月楼如何。 我仰起头, 有些撒娇地看着她。 陆延舟的神情僵住了, 甚至于有一丝的慌乱。 因为, 这两个名字, 本应属于她和谢颜的孩子。 上一时, 我的灵魂跟随在他们身边的时候, 听到谢颜便是这么对陆延舟说的, 以后我们要是有了孩子, 女孩便叫锦叔, 男孩便叫月楼如何, 只可惜, 谢颜身体不好。 上一时, 直到老死她都未能为陆延舟生下子嗣。 如今, 我就是要用谢颜为自己孩子准备的名字来刺激她。 怎么会想到, 用这两个名字, 陆延舟不置可否地看着我。 知道这两个名字的, 应该只有自己和阿颜才对, 我定定地望着她, 眼中渐渐饮满了泪光。 云中水寄紧书来, 燕字回时, 月满溪楼。 我轻轻地念出了那句词, 谢颜最喜欢的词。 而凑巧, 词里含了我名字里的云字。 若是有朝一日, 殿下厌弃了我, 再不愿见我了。 看到锦叔或月楼, 说不定就能想起。 云娘一直在等着殿下, 思念着殿下, 鹿延舟眼中闪过洞容。 她紧紧地抱住我, 在我耳边一遍遍说着, 云娘, 我的傻云娘, 我怎么可能舍得抛下你。 最终她默认了这两个名字。 谢颜知道后, 不敢置信地流着泪水质问她, 你怎么能把属于我们孩子的名字给别人? 鹿延舟, 你究竟把我当什么? 然而, 这一次, 不管她是撒泼发疯, 还是痛哭哀求, 鹿延舟始终都保持了沉默。 谢颜气得再次把她赶了出去, 两人的关系又降回冰点。 十四, 先是抢走鹿延舟, 接着又是抢走她为孩子准备的名字。 我却信, 谢颜此时已恨我入骨, 巴不得生蛋我的血肉。 只可惜, 鹿延舟将我保护得很好, 她没有下手的机会。 但我偏偏要给她这个机会。 时至年关, 我怀胎已满八月, 胎相很稳。 于是我便捉着鹿延舟的手撒娇说, 这些日子一直闷在院里, 想出去走走。 她犹豫片刻, 还是拗不过我, 只能允了。 后院的小亭中, 我边欣赏着飘雪, 边吃着些瓜果点心。 龙东时节, 怎么还有石榴, 我不紧不慢地包着红宝石般的金银颗粒。 不远处的花丛, 似乎轻微抖动。 红玉在一旁带着笑道, 还不是王爷特意让人从南边运来的。 石榴寓意多子, 沈银阳正该多吃一些呢? 原来如此。 我点点头, 继续漫不经心地包着, 很快便堆起了一小堆的石榴子。 就在这时, 谢颜带着轻弱走了过来。 切身见过王妃娘娘, 我连忙起身相迎,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谢颜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颇有些阴阳怪气道, 沈银阳好兴致, 我抬起头, 有些讨好的对着谢颜笑道, 王妃姐姐快坐, 云娘刚包好了些石榴, 请王妃姐姐尝尝, 话音未落, 谢颜便红着眼睛目视着我, 石榴欲一多子, 沈银娘是在讽刺本非多年无子不成, 我万分惊慌, 眼里含了一包泪, 唯唯曲曲地上前道。 娘娘您误会了, 云娘不是这意思, 是云娘思虑不周, 惹得王妃娘娘生气, 请娘娘责罚, 谢颜脸上厌恶更甚, 几乎巴不得扑上来将我撕成碎片。 贱人, 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 你平日里就是用这富湖妹模样勾引的王爷的吗? 果然是出身轻楼的贱臂, 只会勾引男人说着, 他伸手把我推开。 许是顾及到我的身孕, 谢颜推的力道很轻, 显然只是想和我拉开距离, 可我却顺着那力道就是往后一倒, 整个人掉进了亭边的湖里。 在任何人看来, 这一幕都像是他用力把我推进了湖中。 谢颜的眼中闪过惊恐, 他慌忙大叫, 来人, 快来人, 把沈姨娘救起来, 快来人啊。 下一秒, 一道修长的身影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水里, 云娘, 别怕, 我来救你了, 陆延舟奋不顾身地朝我游来。 十五, 陆延舟来得及时, 我很快被救了起来, 上了岸, 我面色惨白地已在陆延舟怀中。 王爷, 方才。 谢颜忙上前想要解释, 然而陆延舟一记充满厌恶的眼神, 却把他定在了原地。 方才我都看见了, 是你把云娘推下水的。 谢颜, 我一直以为你只是性子, 比较直爽刚烈, 没想到你心思居然如此歹毒。 云娘现在怀了我的孩子, 若真的出事, 那便是一尸两命。 你怎么忍心? 谢颜面色惨白, 眼角有泪光闪烁。 他慌乱地摇着脑袋, 想要辩解。 不是的, 延舟, 你听我解释。 刚才我真的只是轻轻一推, 是他自己就往后倒下去的。 是这个贱人想陷害我, 他, 一记清脆的耳光, 打断了他的辩解。 谢颜不敢置信地望着满面寒霜的鹿延舟。 都这种时候了, 你还要撒谎。 你真当我没有眼睛, 不会自己看吗? 自云娘进府以来, 一直对你恭恭敬敬, 从未有半分的语矩。 反而是你, 屡次三番地想置他于死地。 谢颜, 我真后悔, 当初怎么会娶了你这么个毒妇, 曾经满心满眼, 只有他的少年郎, 如今却说我真后悔, 当初怎么会娶了你这么个毒妇。 谢颜呆坐在原地, 大朵大朵的泪珠砸在地上。 鹿延舟, 他声音抖得厉害, 眼神空洞, 像被抽空了灵魂。 就为了这个女人, 你要否定我们过去十几年的感情吗? 明明曾经是你亲口说的, 这辈子只会有我一个人, 哪怕我怀不了孩子, 你也绝不离弃。 而现在, 你却要护着另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吗? 她脸上突然出现了一抹诡异而癫狂的笑容。 别说我根本没有推她, 就是我推了又怎样。 她只是一个妾, 我想杀就杀了。 凭什么一个贱妾能为你担下子似? 鹿延舟揽着我的手微微收紧, 良久, 她才开口道, 谢颜, 你是不是忘了? 我的生母, 当初也只是一名妾室, 那一瞬间, 谢颜脸上的血色消失得干干净净。 十六, 鹿延舟的生母只是一名出身低微的侍妾。 然而老王妃无所出, 鹿延舟四岁那年, 就被抱到了王妃膝下抚养。 她的生母私子成吉, 偷偷跑到王妃院里去看望她。 王妃害怕鹿延舟长大后会更亲近生母而非自己这个养母, 于是下令将她的生母当场仗壁。 这一刻, 我在她心中的形象与她记忆中温柔软弱的可怜生母相重合了。 而谢颜则变成了那个害死她生母的恶毒的老王妃。 谢颜知道, 儿时的那段回忆一直是鹿延舟心底最深的疤痕。 她前所未有的慌乱, 跌跌撞撞地扑上来拉住鹿延舟的袖脚。 鹰舟, 不是的。 你听我解释, 你就在这时, 我忽然开口喊了鹿延舟的名字。 鹰舟, 我的肚子好疼。 她这才注意到, 一直没有出生的, 我此时面白如纸, 额尖不住冒出冷汗, 整个人气若油丝。 红鱼也发现了我的异痒, 她惊恐地喊出声, 不好了, 沈阴阳见血了, 怕是要早产了。 鹿延舟脸上一白, 慌忙将我抱起。 快, 去把府衣都叫到岁月楼, 再安排人去宫里请鱼医。 鱼娘要是出事, 你们都要给她陪葬, 说着她低头看了一眼细语言, 眼睛红得吓人。 曾经满是情义的双眸, 此时却只剩了增悟。 若不是你这毒妇, 云娘怎么会受这等苦? 本王罚你跪在云娘院子里为她祈福, 她什么时候平安生下孩子, 你才能起来。 十七, 去年我刚入府的时候, 也正是这样一个寒冬。 谢盐罚我每天跪在她院里一个时辰, 想要废掉我的双腿。 不过短短一载的时间, 情势便逆转了。 堂堂王妃就要跪在一个小小的侍妾院中请罪, 再也没有比这更羞辱人的事情了。 但我知道谢盐不会反抗, 因为她爱鹿延州, 爱到风魔。 为了让鹿延州能原谅自己, 她什么都愿意做。 我怀的是双胎, 生产本就艰难, 加之受了寒, 是提前生产。 这一夜, 我的哭喊声响彻了王府。 鹿延州不顾男子不得入产房的规矩, 陪在我身边, 一遍遍地说着, 云娘, 我在一直到天亮的时候, 我才终于顺利产下一儿一女。 云娘, 你看, 这是我们的孩子, 月楼和锦叔鹿延州眼底微红, 声音也有些哽咽, 他抱着孩子凑到我面前, 想让我看着他们一眼。 我虚弱地冲他笑了笑, 很快因为体力不支, 又昏迷了过去。 虽说过程艰险, 但好在最终还是顺利渡过鬼门关, 母子三人都安然无恙。 而产房外则不同了。 我生了一夜, 谢宇言就跪了一夜。 在听到屋内传来婴儿啼哭声时, 他终于支撑不住, 也晕倒在地。 陆延州忘记了, 谢宇言曾经坠过马。 正是因为那次坠马, 他失去了生育能力。 也是因为那次坠马, 导致他的腿部有救换, 每到天气阴冷之时, 就隐隐作痛。 在冰天雪地足足跪了一夜之后, 谢宇言的双腿彻底废了, 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曾经明艳如火, 英姿飒爽的将军之女, 从此成为一个在无法站立的废人。 十八, 我足足昏睡了三天三夜, 陆延州认定是谢宇言害的我, 恨极了他。 他又一次下令将谢宇言禁足, 只留一两个贴身的侍女服饰, 其余人都不得接近。 王爷开恩纳, 求您收回成命吧。 王妃的身子骨已经受不了折腾了, 轻弱不愧是谢宇言最忠心的丫鬟, 他跪在岁月楼前拼命地磕头, 整个额头都磕得血肉模糊。 陆延州的眼神却越发冰冷。 若不是你这个贱臂, 平日里实实在王妃面前挑唆, 他也不会干出这种糊涂事来。 来人将轻弱拉下去, 仗毙。 谢宇言醒来, 听到轻弱被仗毙的消息后, 气急攻心, 一口鲜血喷在地上。 轻弱自幼便侍奉我, 情同姐妹。 陆延州, 你好狠的心, 自那之后, 谢宇言就开始卧病在床。 陆延州心中似乎也憋着一股气, 竟是一次也没有去探望过他。 直到大半年后的某一天, 一个眼神的小丫鬟, 慌忙地闯进了岁月楼。 不好了王爷, 王妃他急于成疾, 他疯了。 什么? 文言那一瞬间, 陆延州整个人几乎是从床上弹起来的, 脸上的血色也消失殆尽。 但他看了我一眼, 迅速收敛了神色, 皱起眉头道, 疯了找我做什么? 还不去请太医, 我懒懒地从床上起身, 装出担忧的模样, 促起了眉头。 王爷, 您还是去看看王妃姐姐吧。 我想, 姐姐这段时间应当也有所反省了, 您别再跟他置气了, 陆延州叹了口气。 云娘, 你还是这么单纯善良。 他当初那样对你, 你现在还在为他说好话。 若他能有你半分的善良, 也不至于落得今日这个下场, 陆延州显然巴不得立刻去探望谢盐, 但他神色却又有些许犹豫。 他做了那么多错事, 今日之病本是他最有应得。 本王曾与你许诺, 再不会去看他一眼, 狗男人, 这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呢。 我顺水推舟道, 那妾身陪殿下一起去探望王妃娘娘吧, 我也很担心王妃姐姐的身体。 到了谢盐院门外, 我又故意道, 王妃姐姐性子刚烈, 我担心他又和您置气。 这样吧, 我先进去看看, 告诉他您已经原谅他了, 如何? 陆延州关心则乱, 一点也没意识到不对, 点点头道, 好, 那你小心些, 万一他要再对你不利, 你便大声呼救, 我片刻便道。 知道了, 我笑着点点头, 走了进去。 十九, 老师说, 我原本觉得, 谢盐院怕不是在装疯, 想借此往回陆延州。 但踏入院中的一刻, 我立刻明白了, 谢盐院真的疯了。 院子里, 一个棚头垢面, 衣衫破烂, 宛络乞丐的人影, 拖着两条腿爬行着, 他浑身散发出一股恶臭, 不知多久没清洗过了, 裸露出来的皮肤全部沾满泥巴, 甚至隐隐闻到粪臭味。 他一边爬行蠕动着, 一边拿出一个已经发霉的馒头, 小心翼翼地啃着, 仿佛那是无上的美味。 在看到谢盐院这副模样时, 我心中生起无限的快慰。 他曾经砍断了我的双手, 而现在他自己失去了双腿, 他曾经把我扔进乞丐堆里凌辱, 而现在他自己沦落得像个乞丐, 但还不够。 上一时, 我可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血债, 就要用血来偿还。 在听到有人走近的声音时, 谢盐激动地抬起了头。 颜舟, 你终于来看我了吗? 可在看清来人是我的时候, 他的声音停住了, 手中的发霉馒头也掉落在地。 我正好其他打算做些什么的时候, 谢盐却忽然朝我的方向爬来, 速度极快, 立时就扑到了我的脚边。 沈娘呀, 沈娘呀, 我给你磕头, 我给你磕头, 你把颜舟还给我好不好? 我把正非的位置给你, 我还有好多好多钱也都给你, 求你让颜舟来见我一面吧, 沈娘娘。 求求你把颜舟还给我吧, 他说着又伸出手, 啪啪扇在自己脸上。 我错了, 我错了, 我自己打自己。 沈娘娘, 您原谅我吧, 求求你, 把颜舟还给我吧。 他跪在我脚边, 拼命地磕头, 脑袋在地上磕破, 磕得血肉模糊, 也不肯停下。 我几乎要克制不住地放声大笑, 笑到整个人都站不起身子, 笑到将灵魂都离体升天的程度。 谢妍跪在我脚边磕头求饶, 这世间还有比这更有趣, 更滑稽的事情吗? 可我偏不放过他, 我不动声色地将他引到靠近院门的地方, 用门外的人能听得到的音量说, 姐姐, 王爷一定会原谅你的, 到时候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你争抢什么, 能在王府有一席容身之地, 就心满意足了。 同时府在他耳边, 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道, 谢玉言, 你看看你现在这副鬼样子。 王爷他说, 他看到你就觉得恶心。 他巴不得你立刻死掉, 好把我扶成正妃, 立我的月楼为柿子呢。 谢玉言受了刺激, 果然开始大喊大叫, 都是你, 都是你这些贱人。 如果不是你, 王爷也不会这么对我。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这些贱人, 趁着他手舞足蹈的功夫, 我迅速扯走他头上一根簪子, 在自己的脖子里浅浅滑了一道血痕。 啊, 王爷救我。 下一秒, 陆延舟直接破门而入, 在看到我紧见血痕和地上的簪子时, 他直接飞起一脚, 将谢玉言踢出了好几米远。 你这贱人, 谢玉言发出一声惨叫, 呕出大鼓大鼓的鲜血。 他抬起头望向陆延舟, 方才还一片浑浊的眼珠, 此时却有几分清明。 延舟, 延舟, 他喃喃地念着他的名字, 不顾一切地就要朝他爬过来。 陆延舟却再没有给他一个眼神, 决然地抱着我离开了。 他眼中的光, 寸寸即灭了, 终究只余了一堆灰烬。 二十, 当天夜里, 靖王浮起了一把火, 泻炎用一场大火,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看到那具焦黑的尸体的时候, 陆延舟正正地站了许久。 忽然, 他没有征兆地扑地吐出一口鲜血, 染红了钱筋, 就连面前也扬起一片血武器。 随后, 他缓缓地倒下了。 陆延舟足足昏迷了三天。 醒来的时候, 他原先如墨的长发, 全部染上血色, 竟是一袭白头了。 云娘, 云娘。 他握住我的手, 像溺水之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般, 用迷茫中带着渴求的痛苦眼神望着我。 我做错了吗? 是我错了吗? 明明曾经他是那么的名艳大方, 后来却成了那副恶毒模样。 我只是气恼而已, 只是和他稚气而已。 明明只要他向我服过软, 只要他真心悔改了, 我就会原谅他的。 为什么? 为什么? 阿妍, 阿妍, 他一会喊着云娘, 一会又念着阿妍, 不多时又吐出了几口鲜血, 整个人仿佛被抽去了灵魂, 眼中一片空洞。 这固然有伤心过度的原因, 但更主要的, 还是我一直以来下在他身上的药, 不断积累, 总算在这时爆发了。 就如陆延周所说, 不管谢妍为了他们的狗屎爱情, 做出在恶毒的事情, 只要他服个软, 再真心悔改一下, 陆延周就会原谅他。 可他凭什么原谅? 明明被砍断双手, 失去性命的人是我, 他凭什么一副大肚的模样, 替我说原谅? 若非陆延周无底线的纵容, 谢妍不会变成那般疯狂的模样, 上一世我也不会惨死。 他们两个人, 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全都该死。 从重生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发誓要与他们不死不休。 这段时间陆延周在我身边, 一饮一食皆是我亲力亲为。 他完全没有发现, 我在那里面下了慢性毒药。 此时陆延周气血攻心, 药性才终于发挥了出来。 谢妍死的这一天, 陆延周的身体也彻底垮了。 21。 陆延周与我还有些利用价值, 因此, 在他卧病的前期, 我依旧装作从前的痴情模样, 悉心地照料着他, 每天都会为他亲手喂药。 只不过, 那药里依旧被我下了毒。 他的病情越来越重, 每天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 即使醒来, 脑子里十分迷糊混乱。 我便趁机哄骗着, 让他立了我做正妃, 立了我的儿子做世子。 等到我的目的全部达成了, 陆延周便彻底没有了利用价值。 而他的身体也已经完全垮了, 已经是口不能言, 身体也几乎无法动弹的程度了。 于是, 我终于开始把真相一桩桩一件件的残忍剖开, 放到他面前。 陆延周, 你知道吗? 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从一开始, 我接近你, 就是为了破坏你和谢一言。 望着陆延周已然变得浑浊的双目, 我的心中生出一丝扭曲的快味。 这一刻, 我已经等待了太久了。 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我的指尖都克制不住地颤抖。 我俯在他耳边, 姿态极为亲密, 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的声音道, 我早就知道红鱼是你的人。 所以我才故意在他面前演戏, 装作对你情根深肿的模样。 你这个蠢货, 居然还真信了陆延周望着我的目光, 先是茫然, 随后闪过几分脑溢, 可最终却只有几分悲凉。 是啊, 他怎么会生气, 怎么会真正在意我爱没爱过他。 自始至终, 他真正爱的, 也不过只有谢颜一人。 如今他已然行将就目, 计较一个自己从未爱过的人, 是否爱过自己, 恐怕他也没有这个心理了吧。 但我的刀才将将刺出, 还未真正落下, 你知道吗? 其实那一天, 谢颜真的没有推我, 是我自己跳进湖里的。 因为我知道你就在不远处看着。 那时候他向你解释, 可你就是怎么都不信他, 还逼他跪了一夜。 堂堂将军之女, 从小就学骑射的经过豪杰, 因为你, 变成了都不能行走的废人, 嘖嘖。 果然, 一听到和谢颜有关的事情, 陆延周瞳孔瞬间放大, 不敢置信地望着我。 我快意欲慎, 请起笑容继续道, 哦, 还有, 谢颜死的那天你还记得吗? 就是我们一起去探视他的那天。 那个时候, 他像条狗一样跪在地上给我磕头, 求我把你还给他。 而我只是装模作样地, 拿起他头上的簪子, 往自己脖子上滑了一下。 你就紧张得不得了, 还一脚把他踢飞。 我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你说, 他那天晚上自焚, 是不是因为你那脚的缘故? 为了刺痛他, 我刻意添油加醋地描述了谢颜那天的惨状。 果然, 陆延周双目赤红, 望向我的双目如脆了毒火, 喉咙里不断发出喝, 这的气声。 不知道他是想说什么, 但总归不是什么好听话。 可我也不在乎了。 我拍着手笑道, 你不是一直觉得我很温柔善良, 单纯无辜吗? 那你要不要猜一猜自己的身体为什么会垮? 为什么我都这么累死累活地照顾你了, 你却病得一天比一天重? 哈哈, 陆延周, 你真是我见过最愚蠢, 最无能的男人。 我翻出自己在青楼时听来的那些骂人的话语, 急进恶毒地把他们用在他和谢颜身上。 陆延周目自欲裂, 似乎想要用眼神将我千刀万剐。 他浑身都在颤抖, 手撑在床榻上, 似乎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坐起来。 哦, 还有一件事, 我怎么给忘了? 月楼和锦叔八个月就生产了。 你猜, 它们是不是你的种? 我边说边放声地大笑着, 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每说一句, 陆延周的瞳孔就会放大一分。 他拼命挣扎着想要起身, 身体却丝毫不受控制。 他用极度仇恨惊骇的目光望着我, 似乎要把我刺穿撕碎。 整张脸不停抽搐抖动着, 喉咙间发出咯咯的颤动声。 你, 你这。 他终于颤抖着, 嘶哑着喊出了两个字, 但下一秒, 一口鲜血从心肺而出, 穿透他的四肢百骸, 从口鼻间喷溅而出。 陆延周瞪大的瞳孔凝固住了。 我面无表情地伸出手, 放到他的鼻梁下, 已然没了气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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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居高临下地望着这具已然冷却的尸体, 脸上只要一抹极浅的笑容。 就祝你和他, 在阴间团圆, 再做一对恩爱如初的鬼鸳鸯吧。 而我, 从此要享受这世间的富贵荣华, 锦绣人生了。 全文完。